第四十五章 本作知道你会来 薛蒙朝空中怒喊 狗屁天神 你狗眼是不是瞎了 我们是擅闯了吗 我们是被掳进来的 你看看清楚 师妹道 没用的 这是她留下来的声音 她本尊根本不在这里 想来是假狗尘混淆了摘星柳的判断 让她以为我们是图谋不轨的擅闯者 那声音继续道 世上配得起神兵利器者 当明白何谓人善何谓坚韧 不成幻梦不迷心智 而等寄来便受无一番考验 考验若过 而等无恙神武奉上 但而等若是自私自利 心性不坚者 便不配为神武主人 楚婉宁因着血迹的唇齿启合 森然道 好个人善 把人拿去做血滴漏 就是你所谓的人善吗 她明知勾成上宫根本听不现 却仍是气不过 即使没讲一个字 多呼吸沉重 牵扯得伤口更疼 也管不住自己这张刻薄的嘴 那声音自顾自地 继续回荡在神武库中 为试炼心性 而等将陷入摘心柳之美 梦幻境 若不能及时从幻境中清醒 而等同伴 就将鲜血流尽 葬身于此 三人闻言 血色均是消退殆尽 师妹喃喃道 什么 意思就是 他们三个即将陷入幻梦 若不能及时清醒 他们三个就会永生永世沉醉在美梦里 而让漠然在现实中鲜血流尽而死吗 薄蒙哑然片刻后怒喝 你这算什么神仙 若修仙就是修成你这样 老子这辈子都不屑地在碰见 楚婉宁也怒道 简直荒谬 师尊 师妹慌忙劝他 你不要动怒 当心伤口 而沟尘上宫这孙子 竟然在此时引起失来 慢慢到 泄水至平地 各自东西南北流 人生亦有命 安能行探附座愁桌 久以自宽 举杯断绝歌路难 心飞目时起无感 吞声执着不敢言 薄蒙简直都快要被气晕过去了 你叨叨叨讲什么 师妹道 暴照的你行路难 意思是人各有命 怎能自怨自艾 以酒自宽 歌声应久而中断 人心并非完食 又怎会全无情感 欲说还止 欲语还羞 沟尘上宫长叹一声 道 这茫茫浮世又有鸡人 能舍弃毕生好梦 只为源于他人 世间杀伐不止 征战不休 若神武落入奸宁之手 皆我知过也 我创兵认知罪面 又该如何自宽 忽然间 神武哭暗了下来 空中那些飞窜着的柱剑 用的碎片 也停止了运转 穹顶处慢慢地亮起了一层微光 似乎有星芒滑彩剑刺躺落 照耀在地面上 空中有个声音在呢喃 睡吧 这柔亮晶莹的光辉 似乎有着某众或人心智的作用 师妹和薛蒙修为不深 很快就陷入了昏迷 睡过去 楚婉宁咬紧牙关 强自抵御 但使神之力何其广大 她最终也是 无法摆脱沉沉袭来的睡衣 墨入梦中 神武库 作为血滴漏 墨然是唯一清醒着的人 她可出血沫 隔着已经减弱的瀑布 模糊能看到 后面陷入幻梦中的三个人 楚婉宁 师妹 薛蒙 皆已沉眠 墨然听到了沟沉的话 知道唯有其中一人及时苏醒 法术才能破除 自己才能得救 然而 时间一点点滴过去 头脑越来越晕眩 身体也渐渐发凉 却无人从梦中醒来 可谓是暴音不爽 前世这样对楚婉宁 这辈子 自己也感受了血液点滴流失殆尽的滋味 真是好笑 他们之中 谁能够放弃人生中最好的梦 最想得到的东西 前来救她呢 薛蒙是绝不可能的 楚婉宁 罢了 不想她了 如果有的话 那个人 也应该是师妹吧 她模模糊糊地思考着 但鞋已经湿得太多了 一时就快要支撑不住 漠然低头看了一眼脚下 漏到同滴落底部的鲜血 被漏壶中的水稀释 泛着淡红色的波光 她忽然想知道 若是自己也掉入沟沉的幻境中 那能瞧见的是怎样的景象呢 她是不是会梦到 晶莹剔透的超手 实美温柔的微笑 楚婉宁的一句包扬 还有出来死生之巅时 满山遍野的风吹海棠 漠然 忽然听到 有人在唤自己 漠然仍然垂着头 觉得自己应该是快失去神志了 以至于已经有了幻觉 漠然 漠然 不是幻觉 她猛然抬起脸来 眼前的一幕 却让她的瞳孔猝然收拢 她近乎是嘶声道 师妹 是师妹 醒过来的人 抛雀美满 舍弃幸福 在万般如意中 仍然记得她的人 是师妹啊 漠然望着穿过瀑布 朝她走来的那个先弱少年 忽然见 猴头哽咽 师妹 终是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漠然闭了闭眼睛 沙哑道 多谢你 在好梦中还能 还能记得我 师妹涉水而来 衣衫湿透 更趁得眉目漆黑 容貌和漠然出现 她时一样温柔 和前世多少次 梦里现过的一样温柔 和她遍体伤寒时 聊以回忆的一样温柔 师妹道 别傻 说什么现 她走近了 漠然才发现 她的双足聚在流血 地面不知何时 变得滚烫 勾沉上弓 似乎打定主意 要考验一个人 可以为同伴 做到什么地步 于是美梦诱惑之后 又是酷烈地折磨 师妹的靴子 已经被烧穿了 她若不走 地面就保持着往常模样 但她若执意往前 每走一步 脚下就会升起一簇天火 温度不高 不会直接把人烧到 无法行动 但却会让人感到 绝对的剧痛难当 可这个温柔的人 明明自己都已经纳膜痛了 却在看了一眼之中 目光愈发坚定 朝她一步一步行来 漠然 你再忍忍 她说 我马上叫你下来 触上她的眼神 漠然就知道 自己是不必说那句别过来的 这个人的目光太决绝 也太坚然了 这样的神情 她以前从未在师妹脸上陷过 若是漠然的心情烧定 她定然会觉得蹊跷 师妹都是管自己叫做阿然的 何时换过她漠然 她知道师妹对她好 却丝毫没有意识到 此时站在自己面前的人 其实并不是师妹 而是 是楚婉宁 古柳最后个 一个技能 叫摘心 所谓摘心 就是交换人和人之间的心灵 当楚婉宁挣脱梦境 苏醒过来时 竟发现 自己和师妹 互相换了心 在摘心柳的法术下 她的神识 被转移到了师妹的身体里 想来 师妹也是一样 只不过师妹并未行转 所以自始至终 都不知道 自己已经换了身躯 楚婉宁来不及解释 而浑然不知真相的莫然 也就真的以为 眼前之人就是师妹 她觉得 师妹一定会强忍着苦痛烫过来 就像自己经历过死亡 也唯独忘不掉她的好一样 人都是很固执的 可是太残忍了 当楚婉宁终于来到同低落前 去潘纳高耸的藤柳 想要到上面就莫然时 藤柳忽然生出燃着火苗的一根根细刺 楚婉宁不曾预料 手陡然被烫刺 但要发力攀抓 可师妹的体魄修炼的并不结实 她猛然滑落 手上皮肉瞬间被栗刺化开 楚婉宁按骂一声 痛得皱起眉头 失明镜这破壳子 莫然 师妹 楚婉宁摔跪于地面 接触到地面的皮肉 瞬间被高温灼烫 但她眉心紧促却惯性地紧摇嘴唇 不曾喊叫 这样的神情 在她自己脸上会显得很倔很很绝 但换成师妹那柔美面旁 却平白生出几分楚楚可怜 人果真是不能和人比的 师妹 莫然开口 眼泪却躺下来了 心如刀割 阴晕模糊的视野里 她看到那个人瘦弱单薄的身体 那膜雷弱的人 却一点一点地抓着藤柳 慢慢往上爬 细次扎破了她的手 烈火灼烧着骨血 鲜红染了一片 所过之处都是斑驳的血迹 莫然闭上眼睛 嗓音含血 一字一颤 哽咽到 师妹 那个人离得很近了 莫然看到她眼里 有苦痛一闪而逝 她似乎是真的疼极了 连莫然的声音对她而言 都是一种折磨 因此眼前的人 神情虽倔强 可那目光 几乎可以称之为哀求 别再唤我 莫然 你再等一等 我这就 救你 下 几乎就是在话音落下的一瞬 她眼底坚韧的光亮浮起 像是出鞘的利刃 在那张温和惯了的脸庞上 竟是说不出的好看 楚婉宁一袍滚涌 发足月上 铜低落 她以面如金纸 摇摇欲坠 除了仍有呼吸 便与死人也无两样 那一瞬间 莫然觉得 自己不如 流干了血死 也好过让她这样承受困难 她喉咙里 都是支离破碎的声音 对不起 楚婉宁知道 这一声对不起 并不是给自己的 她想解释 但是 撇到了那把勾成上弓的银蓝色配件 正刺在莫然凶肋间 藤麦的灵力来源 或许是在这把剑上 她担心莫然惊异之下 受伤更重 因此仍当着她的师妹问道 莫然 你信得过我吗 我信你 不曾犹豫 楚婉宁抬起眼睫帘子 看了她一眼 握住了剑柄 这一剑正靠近心脉处 稍有不慎不对 莫然是会丧命的 楚婉宁的手有些抖 握着却没有动 莫然眼眶人红着 却忽然笑了 师妹 嗯 莫然说 我是不是就要死了 不会 我若就要死了 能让我抱一抱你吗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 很是小心翼翼 眼睛透着湿润的光亮 楚婉宁的心 一下子就软了 然而想到 莫然眼中看到的是另一个人 这种柔软 又立刻凝成了冰 她忽然觉得 自己好像是戏台上无足轻重的丑爵 隐没在青衣花旦小声的水秀云螺之后 没有人注意到她 这一折感人肺腑的曲目里 她是多余的 又或许唯一的用途 是顶着那张勾画丑陋的脸谱 裂着油墨画成的笑 去趁他人喜怒哀乐 爱恨情仇 多么可笑 莫然对此却不知道 她看到楚婉宁眼底的闪烁 还倒是师妹不情愿 立刻说 就抱一下 一下就好 一声微不可查的叹息 其实 莫然 什么 算了 楚婉宁说 没石膜 她靠了过来 离得不是特别近 恐会动到那柄剑 然后她伸出手 轻轻拢住了莫然的肩膀 她听到莫然在她耳边说 师妹 谢谢你能醒来 谢谢你在好梦中 还能记得我 楚婉宁垂下眼帘 睫毛犹如蝴蝶青山 然后她淡淡笑了 不屑 顿了毒 又道 莫然 嗯 楚婉宁犹如仍在梦中一般 拥抱着她 抚着她的头发 轻声叹息 你知不知道 梦若太好 往往并不会是真的 她说吧 拥抱也如蜻蜓点水 瞬即离开 莫然抬起眸来 她不是很明白师妹的意思 只知道 这一次小小的拥抱 是师妹心善 施舍给她的糖果 酸酸甜甜的 摩擦到舌根时 生起一丝色 剑拔出来的瞬间 血花翻飞 如同被狂风 肆意刮落的海棠 莫然只觉心口剧痛 一瞬间以为自己要死去了 万般不甘 交杂于心头 忽然脱口而出 师妹 我其实一直都特别喜爱你 你呢 随着佩剑阴声落地 腾柳在瞬间散开了 天穷滩流而下的瀑布 戛然止息 神武库 忽然间重归寂静 我一直都特别喜爱你 你呢 身体已经到了极限 莫然觉得眼前猛的一阵黑 倒下的瞬间 她被一双染满了鲜血的手接住 倒在了师妹怀里 不知是不是错觉 莫然看到师妹促着薄眉 缓缓闭上眼睛 眸边似有水光滑落 她彭腐听见 师妹轻轻地说了句 我也是 莫然 是幻觉吧 不然为何师妹神情 明明这样难过 却仍搭运着她 我也喜爱你 一时终于消散 莫然陷入了昏迷